各位好,比賽即將開始,請各位保持安靜 各位好,歡迎來參加這場聯校杯辯論比賽 我是本場主席張佐宇,首先介紹擔任本場的裁判 在主席左手放的是東武大學的蘇伊宜選長 鄭前方,台灣大學華人右學長 右手方,台灣大學張子龍學長 介紹本場比賽編題,編題為我國普通刑法因廢除死刑 再來介紹,今天擔任正方的隊伍,正方由新竹高中擔任 正方一面,簡洪洋,同性是今天的姐便 正方二面,陳偉廷,正方三面,五點 再介紹,兼擔任反方隊伍,反方由內湖高中擔任 反方一面,陳潔玲,反方二面,吳玉佑,反方三面,徐盛艾 現在請正反雙方截變制,台詞決定決定出序 現在請正反雙方截變制,台詞決定決定出序 兩分五十九,三分整十,按零兩下 三分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秒,十個按零一下 屆時警台上面是停止發言 主席在此宣布,比賽將復習拍拖後一分鐘,由正方一面進行政論 由正方一致,請在選中其中,公開 全場合理員館公司,公開 市長共華達合理員館公司,公開 公開三面,公開 rol 雙方立場,公開 等一下他有時候才有提示 等一下我可以講是正常的 這兩個都來自我呢 所以他是打的一樣 就比方龍選吧 對對對 他以前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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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Simon 沒有辦法 有一個 戴上 他在做 他以前在做 他以前在做 那時候 他以前在做 他說 請站到一邊 上台聖課 大家好 此行動刑罰會直接剝奪人民的生命權 而為我們知道生命權是至高無上的權利 一切權利的載體 再進一步來說 我們只要剝奪了一個人的生命 就在無法用任何方式迷路我們對他的傷害 在台灣的司法制度中誤判是會發生的 一個判決是由人證、誤證以及法官之善向因素所決定的 首先在人證部分上 在嚴股大學的研究指出 人在過於震驚或壓力下 例如受到嚴厲的訓問或肉體上的威脅 或有錯誤認知又或者是因為誘導性問答 等其他因素發生的人證上的錯誤 有研究結果顯示 在受訓者接受嚴厲訓問等壓力環境下 在從並排戰列的人中指認捨問他的人 正確率只有30% 在繼父人案件中 因為被害人引導性問答 所造成錯誤的指令 而導致繼父人被檢方求處死刑 這是最好的例子 再來是誤證的部分 這下因素會有採集、解電以及保存運送的問題 因此對誤證的採信案判斷中有錯誤的理解 並竟然導致法官不正確的判決 在採集方面 毒證案件中就是因為檢警罰 攜帶作為不認為凶器而導致的誤判 而內政部檢證署台南市警察局所屬的第五分局這兩個機關 也因為收證的失誤而被糾正 而檢驗毀搖的部分 蘇建盒案件中對刀傷錯誤的解讀而導致蘇建盒的人被判死刑 而在江柏訊案件中 DNA的檢驗有問題 所以有導致誤判至於運送及保存的問題 在紀復人案件中 案件的證物竟然在警局大早出資被遺棄 導致無法再次確認證物的正確性 由以上案例得知 物證的錯誤會導致錯誤的判決 最後從法官面向來看 法官由本會因為受到賄賂而做出錯誤的判決 此法概算獨立後績效之檢討專案調查的研究報告 這份資料中顯示 在民國83年到民國100年當中 就有59件法官被彈劾的案例 例如86年的張姓法官 與100年的陳姓、李姓、蔡姓這三位法官 違背職務行為接受賄賂 導致停止審議程序 就算法官沒有手毀 也仍無法做到完全的客觀理性判決 法官薛爾毅曾在旗字白書中說到 他在寫死刑判決書的時候 單純只覺得罪犯犯下的罪行超過 便判罰了死刑 並不會用理性與證據做出客觀的判決 死刑如此重大的刑責 需要完全客觀與理性的判決 對生命權的檢驗應該是嚴格的 而法官是會受到人為環境的因素造成誤判的發聲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發現 就算是經過反鎖的審判程序 判決還是會在人證、誤證、法官的三個環境上出現錯誤 誤判是無法避免的 而我國在 而我國刑法當中 死刑這項刑法會因為誤判而始的一些無辜 原本不應該剝奪的生命的人被處於死刑 強制剝奪他們的生命權 中斷他們原本有權繼續的人生 並且由於 所以剝奪生命這樣的刑法在 司法無法對本人做 司法無法對本人做任何補償 這種不合理的事情 我們應該極力避免來發生 我方認為應該以無形無形不講式 來代替直接剝奪生命權的事情 如此一來 不但能夠防止這些真正的罪犯回到社會中 繼續危害社會 也能夠在發言誤判的同時 對被害人進行適當的補償 我的身份到此結束 請改方二列上台 各位好多沒有話 首先確認一下林方的論點 林方論點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林方認為說 林方認為說 此行的誤判會造成誤殺 生命是不可迴逆的 林方的制度是無期出現 不可假釋 那在誤判這一點 林方提出了 忍證有可能並且提出了一份 耶魯大學的研究報告 誤判並且提出了這個 收證被糾正的實例 然後提出了書建核案 你將會有請他 那法官提出了這個 薛爾義法官的制白 那請問有什麼 是我肉獎就要再補充了嗎 法官的部分還有 法官的部分還有一個 法官被彈劾的實例 好 那我們現在正對林方的論點 有所討論 那我們來討論 那個 林方這個誤判 那 誤判的話 林方提出這個 耶魯大學的研究報告 可以借我幫檢證一下嗎 好 我們看到這一份資料 它是一個研究報告 那 林方 那林方能不能告訴我方 說這個有沒有 國外或國內的實際案例 是因為這個 證人的這個說辭有誤 所造成的實際的誤判案例 我方剛剛在 在我 我剛剛講的一篇稿裡面 就有提到了 那個 紀婦人案件就是因為 被害人證引導性的問答 導致錯誤的指證 被檢 所以紀婦人才被檢方求出死刑 那被救我方判那一份資料嗎 你是指紀婦人嗎 對 要是指紀婦人 對 來這裡 好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 來自信 好 那 我 那這一份資料是他說 好那 請問一下這一份資料能夠讓我傳下去 好謝謝 那我們再來討論一下有關於物證 物證 那你剛舉出了一個書建合法案的江國慶態 那我們現在討論江國慶態 那今天我們討論辯題是我國的普通刑法 那江國慶態他是居法審判 所以他在修正上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草率的方面 那我方認為說這個不應該列入今天的討論內容 那好沒有關係 你方的意思是說 對 江國慶態審判他的審判會比較的草率 對就是 不管是 我方今天在物證著重的點是 有沒有收證錯誤 或者是用錯誤的理解去理解錯誤的理解這個物證 而導致這個人被判處死刑的一個的一個結果 並不是 我們的重點並不是放在 好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寧方制度 那寧方制度是無期主義不可假釋 那我們現在先來確認一下 那寧方有意要讓你頭讓他們叫化他們嗎 我們沒有再教育 沒有再教育 好 那這個無期主義不假釋 那你們會讓他們在頭做什麼事情 謝忠 謝忠沒有 請寧方一遍上擺 請寧方一遍上擺 過關在場各位 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是 我國普通刑法 聽不懂廢除死刑 我方認為不應該廢除死刑 來 我們今天一起來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你的家人 無負的被殘忍殺害 或是出了門 就再也沒回家 你 會怎麼想 沒有青春經歷過的你 也許無法想像 但今天有被害者家屬跳出來告訴我們 這套女兒被綁架 且受到靈戀 切子頭等殘忍的對待時 最後被棄施於 充滿惡臭的排水高窄不窄人時 她是窄不窄人時 她是很生氣的 那幫她們伸張在地 是不是 是她們是渴望死刑 還她一個公道的 她還她自愛一個交代 是不是就是我們法律該做的呢 而死刑並不只是為了保障 被害家屬的權利 更有賀子犯罪的作用 在此我方可以提出一份資料 花蓮妮女士母案 三十歲蔡晶晶射手 嚴守於五十歲男友 曾治終於紀念五月初 殺死自己的母親成績 不知是不是受到墨月槍決的影響 二十二日害怕被判死刑為由 主動坦承自己的犯行 優勢可知是有人害怕過死刑的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方可以推斷死刑的威嚇作用 是很大的 國際也曾經出現過 有國家廢族屬行後 謀殺犯罪率上升 例如挪威波蘭丹麥 委內瑞拉等等 其中委內瑞拉就是犯罪率最高的國家 今天如果廢除了死刑 會不會因此犯罪率升高呢 司法權威侯永宜也曾說過 死刑可具體赫止殺人犯罪 我方認為一個制度 是為了社會大眾而設計的 我方制度下不只是為了被害人 及其家屬的權益 更是為了社會大眾的權益 在我方制度有明顯 賀止謀殺案件產生時 犯罪率會下降 犯罪案件少了 社會就會更加安定 當社會安定時 國家也能更興盛 那就是我方保留死刑為最高刑罰 所要保護的 然後針對罪方剛剛所講的 因為人為因素會造成誤判 我方認為一個人在因為人為因素造成 因為法官就要把證據交給警察時 所造成誤判 一切證據都只讓他實 我方認為我國刑法現在有十大量刑 那他們在問到冤獄者說 你的犯罪是動機什麼呢 因為冤獄者當然是不知道的 所以法官就會覺得 這人為什麼沒有犯罪動機 就會把它判為可以再教化的感覺 的意思 所以冤獄者因為人為都認 所以就不一定是因為法官沒有 把證據交給警察 就一定會被判死刑的 所以我們認為人為的素事 應該是不可能發生的 請正方箱面上台出去 請正方箱面上台 請正方箱面上台 你們做主力的例子拿了一個案例 還有鬼內內亂的犯罪就對了 沒有,還有很多國家 很多國家,請問可以給我拿份資料 很多國家 還有課案 公平我傳閱下去嗎 根據你說你們支持賀主帝子是因為 特案跟一個案例跟委內瑞拉的犯罪率 我們這邊有一個國家 就是加拿大的犯罪率是 廢除死刑以後是逐年降低的 請問為什麼委內瑞拉是上升 而加拿大反而是降低的呢 因為我剛才有看過一份資料 就是加拿大的犯罪 他的謀犯罪率是降低的 可是他的謀殺率其實是上升的 然後再者 你們說的那個特案 其實他只是一個案例 他只代表了那個人怕死不代表 所有人都怕死啊 今天我也可以舉一個案例叫做政界 他是一個不怕死的人 然後他就去殺人 死刑對他來講完全沒有違和理 但那就是小部分 大部分的人我想還是怕死 大部分的人 你們只舉一個個例 我說的是舉一個反例 對嗎 我剛才還可以舉謝一涵的例子 他還可以判死刑 就是知道 我今天想告訴你的點 就只是說 今天你舉的是一個個例 我有一個反例 你如何認證 你拿這個個例就代表所有人 好 那我剛才只在舉出兩個例子 謝一涵 他 他是媽媽嘴的主嫌犯 他今天在被殘服到刑場時 他也嚇了兩腿八爛 需要警察殘服 他現在還說出 我好後悔殺人 我不知道會被判死刑 這種話 可見 一個在怎麼惡毒的人被判死刑時 還是會感到恐懼的 所以那還是一個個案的人 然後 再說 呃 關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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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研究顯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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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威力 在 2010年 他們廢除死刑 呃 他的犯罪率是 那個 犯罪率是比保留死刑的各州的那個犯罪率還要低的 那你其實問一下他犯罪率是甚麼 謀殺犯罪率 對 犯罪率 就是 就是 在美國的方面他廢除死刑的各州的犯罪率 謀殺犯罪率是比保留死刑各州的謀殺犯罪率率還要低的 各州都是嗎 你說各州 甚麼叫各州都是 有 各州 廢除死刑的各州的謀殺犯罪率是比較低的 比保留死刑 所以 所以你如何說明就是因為死刑他才是 這樣才是會讓威克利 謝謝 費刑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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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6 1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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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由于人证的指证错误 但它到底是什么错误的呢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首先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件的性侵的案子 那个强暴的案例 的案件发生 那之后呢 有一个名叫小慧 它是这个联系的性侵案的 性侵未遂被害的人 那他在性侵未遂的时候 他看到犯人的长相 是由 是被黑色湿袜所蒙住头部的 那 但是呢 那我们警方在抓住 继婦人拿走嫌疑犯的时候 请 那个被害的人小慧来进行指证 那个小慧 他其实他没有看到 犯人的脸部 即是脸部的表情 还是 就是脸部的特征 就只有认定继婦人的身材 像歹徒一样 就是身材与歹徒非常相像 然后并且在指认时 多次因为不敢看 而将头转开 然后就 甚至在受到那个 诱导去问答事 因为警方在告诉小慧说 继婦人已经承认 他犯罪了 只是要求小慧去指认 但是 因此小慧才会指认 几乎人是凶手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 人证呢 就算 不论有没有记忆错误 例如诱导性问答 或者是 檢警的各种 不同的指认方式 会造成人证上的错误 进而导致几乎人这些 误判案的发生 那我们再来看看 苏建合的案件就好了 苏建合的案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夫妇呢 他被用刀杀死 而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七十几 七十几 七十几个伤口 逼供出将苏建合 苏建合 但是事实上是 当被害人做出格挡的动作时 一刀划下去 就会造成多数的伤口 所以 这个误判案造成的问题点在于 检警经由言行逼供苏建合的共犯 或者是这个案子的共犯 而使他供出没有犯罪的苏建合 这也告诉我们人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关于返方他们说明 他们说 就是 像 有一个 有一个女性 她应该是白脚铁 她在被割断手指之后 对 她在被割断手指之后 丢到臭嘴沟里 然后 那个她的母亲认为说 她应该 那个犯人应该要被判死刑 那 所以返方想表达的是 人民渴望的是死刑 但是为什么我们 我方无锡图里不得假释 就不能达到死刑效果呢 所以这点应该要请返方 快来评论一下 那 还有 嗯 请返方三遍上台 请返方三遍上台 一个怎么刚才又怪好 一个怎么刚才又 就举出了寄负人的案件事 好 自己的信心 案件事 好 请问我方设计她是死刑 呃 是杀人犯 那 请问那小慧 不一定是在杀人案件上 她是不是被杀了 那小慧突然出来说 欸 你是不是犯人 哪个好笑 她有办法有罪 不是 小慧是属于信心未遂的一个被害人 对 而且 而且我刚才在看你们知道 最后三舍定议是什么 是三舍情罪 她说 寄负人是没有一开始的事情 这表示 司法制度上是 就你们再借我参照 我们可以一起训练 就是在这边 她在写说 你看喔 因此在二舍跟三舍合一庭判决 既不容忍 我方想表达是 这个审判过程 本人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但是司法制度还是完整的 看到三舍还是团派原刑法 但是这个审判 竟然那么容易的出现问题 你连这么扯的东西都可以让一舍要得判不够 没有 还是二三舍都是无罪啊 但是啊 那后刀还是无罪啊 司法制度还是反备 他有读到什么 司法制度完整的 还有接下来 我在讲说应该 结束了案件书念和案件 请问书念和案件 现在有被判 没有 对 他现在是无罪定验喔 对 所以他不是一个误判喔 他曾经被误判过 这不是啊 误判的另一遍都才形成误判啊 啊 现在我现在 他最后没有 他现在最后是无罪啊 然后你们刚才有 那我们对这一段 他被误判了 你们刚才说一个正洁的案件 那你们 你们可以提出正洁的资料吗 你们刚才在医院 好好在误判 你们知道什么的方案 正洁的案件资料啊 正洁的案件资料啊 宿舍都没有 是你刚才提出来 所以我没有想要抬上资料 正洁的资料 对 您刚才说正洁的怎么样 说什么 呃 这个 就是你刚才有说正洁的资料 好像是要 这样 嗯 我刚完全没有提到个遗憾 这样 好 问题是误判的 有 好 OK 那我们现在讲 我们自己讲 那个什么 呃 如果你 听他说我们会有误判的 那好 他没有说正洁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讲 但是你们现在杀人 在集园上的代表都杀人 那我们现在可以说 诶 这个口号被误判了 眼睛按错了 他还不可能杀人 这是有可能会被误判啊 你刚才认为这样子事情是会被告误判的吗 不会嘛 好 那我现在看你们刚才说 法误判是人证证据跟法官的因素 那我刚才认为法官的因素是不会造 因证文明是不会造成误判的 請问你们刚才读出资料 说法官真的会不会造成误判吗 有资料没有 有事例吗 法官 法官 你可以再讲 你可以再讲 好就是 你慢慢看你说法官怎么削什么的 他 他出来说 他都自己承论了 他自己承论了 他自己承论还是假的 他自己承论还是假的 我说 为什么他被逼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人还是有杀人吗 只是因为他在 实在调行的准则当中 他自己承论 所以你已经承论他许多案件 是随便乱判的 我对他被逼告 不然他不会说话 他还是倒是法度走 他就像 司法制作他有这个权力去把他死 他倒是法制作走 但是他在后面自白他 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是随便乱判的 他想判 他觉得太操作 他有说他自己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说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 我说他随便乱判 他可能可以判他无期徒刑 那他在这个司法制作 他实际有权力 可以判他属刑 所以他这个司法制作 是没有问题的 也不叫做虎派 因为这个方面是 他还是有可能是被他的属指 你要是不是 请看上面是 谢谢 请反方二面上台声音 各位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双方的论点 那对方一直讲到这个误判 那对方提出这个 对方认为说 这个在正人的部分 有可能会因为诱导性的问答 而导致他们讲出错误的东西 而影响判决 那现况底下 现况底下这个证人的问答 最后在最后面有个叫做交互结问 那我方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制度 就可以去弥补这个 诱导性问答 可能造成的一些错误 所以这个证人的部分 我方认为他 他并不会造成这个误判的影响 那对于误证的部分 那对于误证的部分 那对方 那这个 对方举出这个 苏建河案与江国庆案 那我方认为说 这个江国庆案 他可能 他因为他是军法的审判 他不应该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中 因为他可能他在搜证上 与这个 他们在搜证上面的制度 和普通刑法搜证的制度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对方 如果真的还要继续跟我们 在讨论这个案子的话 他应该要跟我们 他应该要拿出这个 军法的一个 搜证的一个 规范 然后来跟我们讨论 那再来对方呢 提出这个苏建河案 那其实苏建河案 警察是有利用刑求 或使苏建河先生来做自白的 那以现在 那现在的现况底下来说 是我们 法官是不会 以自白书当成唯一证据的 因此我方认为 在现况的司法制度底下 是不会再发生 第二个苏建河案的 那对方提出 法官有本会新证 那提出这个薛尔义的 法官的一个自白 那我方希望说 这个薛尔义法官 他这样的自白 他或许他有一个新证的参与 但是他的判决一定都会在法律的规范之内 因为一个人他犯了一个 他犯了一个过错 他有法律一定会规范说 这个过错可以可以处多少刑法到多少刑法以内 而这样的这个范围内 法官他就可以自由的去决定说 他到底要判这个轻的 还是要判这个重的 那再 那再来 所以我方认为说 这个新证的部分 并没有 并没有违法 那再来我方来讲一下 我方的威吓力 这方没有办法告诉我方说 他们的威吓力 会比我方大 那我方现在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方的威吓力大 我普通骑法他的设计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当你犯了一个情节比较轻的罪行的时候 他会处以罚金 此时剥夺你的财产受益权 当你犯了一个情节较重的时候 他会处以自由行病科罚金 剥夺你的自由权和财产受益权 如此的设计就是 剥夺人的越多权力 可以造成越高的威吓力 而死刑剥夺的不只是生命权 而是剥夺一切所有的基本权力 他剥夺权力是最多的 所以他一定可以造成最高的威吓力 那我方也有许多的资料来证明 我方事情威吓力 这都是我身对 谢谢大家 请正方一面上台咨询 对方没有你 对方没有你 我先就你们刚刚反映达给我们的资料来讲 你们林邦刚刚在论证林邦的贺主力的时候 只有提到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国家委员瑞拉的实行 他之后的犯罪力的影响 来我们来看这两份资料 这一份资料出自样天空部落格 这一份资料出自维基百科 请问这两个平台都是可以自由编辑的平台 为什么我们可以采信这样的资料 那林邦有资料来告诉我们说 林邦有违和力吗 我方至少是有资料的 我方现在并不需要来告诉林邦 我有没有违和力 因为我现在在咨询你 所以你要违和力 都没有不好意思 是的 假设你那个资料真的成立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一份是 台湾的学者对台湾的研究 来看这一段 这两个学者他们用了 他们分析死刑的执行率 是否能嚇阻暴力犯罪 然后他们发现 只有破获率具有显著的嚇阻效果 与平均美人实施国民所得的增加 亦可降低暴力犯罪率 而生命刑罚的嚇阻效果并不存在 这是台湾的这些台湾 这些台湾的研究报告 对 但他针对台湾的研究报告 那我刚才说 林方可以告诉我他的研究过程 不然我方会质疑这个研究过程的 这个的研究过程 所以我方只要林方 告诉我们研究过程 我们再讨论这个 我方并不 我承认我方并不知道 那个学者是用了什么方法 但是我们能够 我们已经知道 他有限定住某些因素 就林方 那林方没有办法 先听我讲吧 就林方刚刚的那个 那个 那是哪个国家 那是瑞拉的那个资料 林方只有跟我讲 他废死之后 要怎样怎样 但是林方并没有告诉我说 这段时间他们 他们的国家 有没有发生什么其他事件 或许他经济下降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方这个资料 等母帝 有限定住 取样的范围 所以林方认为说 我方的资料 应该叫去财性 所以林方认为说 我方的资料 有可能会有多重倒影 那我方希望林方可以证明说 当时是有多重倒影的 我方的资料显示是没有 林方有资料显示 没有多重倒影吗 因为他没有显示 有多重倒影 所以就没有吗 只是没有写 所以你就说他没有 那林方这个资料 也没有告诉我 他的研究过程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他是怎么研究 搞不好他也有多重倒影存在 我刚刚已经说过 他在限定取样的时候 他有限定住那些因素 就是 他有怎么限定因素 林方能不能具体的告诉我 我问林方没有办法 具体的告诉我 他的研究过程 他们的因素就是 他们取的是 暴力犯罪的破获率 还有暴力犯罪的定罪比率 还有暴力犯罪被判处时间的几率 失业率 还有平均每人的实质公民所得 来做研究 所以林方的资料 应该相当林方的资料 具有可信度 因为林方的资料 并没有做任何的设限 他采用的是整个社会的 林方那个国家整个社会的 问题 那好 那你刚才是要什么 好 限装备 请正方三变上台上 来 染上台上 今天我先整理一下戰場 他們質疑我們人證紀夫人跟物證的正確性 基本上我們提這個案子 他們說他們都沒判處事情 然後沒有執行他 應該說沒有執行死刑這件事 是沒錯的 但我們提出這些例子的原因 我們也回答過了 是因為他在那一個部分會有錯誤 我們知道在人證方面紀夫人他就是有錯誤 在物證方面江湖 不會不會 蘇建合就是有錯誤 而在某方面有錯誤 為什麼在綜合起來的時候就沒有錯誤呢 而他們說江國軍師有軍法審判 然後他們只說因為採集有誤啊 因為審判的很快啊 而我們就會覺得他們說了什麼 就只說有誤有誤 但沒有說明確的錯誤在哪 其實我們根本就覺得沒有問題啊 跟普通細胞哪裡採集有問題 不知道 沒有 可能是沒有 而他們支持 而這邊他們就只有我們這些 就算就算真的全部都是呢 而我們就算都這樣了 而誤判最後還是會有一個機率就是 當他們我們已經證明出採集 人證物證跟法官就有那一個機率 而最後再總和起來就是 他在那個機率方面都會出錯 所以最後一定會導致有一個誤判的機率發生 可能沒有時代可能是未來的 不過這要在他們證明我們這邊都是錯誤的情況下 然後再者他們支持或阻力的原因只是因為 委內瑞拉的上升 還有他們說 死刑剝奪生命權最高 所以呢 呃... 所以他威樂力最大 這邊我們覺得這個邏輯是非常怪異的 今天我們剝奪自由 讓他不能動不能吃飯 不能動不能講話 然後就把他關到一個 在QB的小空間裡關了四十年 那你覺得這個時間會是一個 正...就是一個是快樂的吧 還是其實是更恐怖 威嚇力更大的 或者是我們可以像以前一樣 把他漏一片一片割下來 這樣是不是威嚇力更大 讓他覺得很可怕 而他們最後我們... 我們的資料說明 說明的是 他們質疑我們的資料說 呃... 什麼統計了 什麼出來的 我們上面就有寫出變因是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 所以他... 他...他就是沒有威嚇力啦 啊...你們就用一個... 一個什麼...天空部落格喔 還有...維基百科 一個當然可以自由編輯的 這應該是...不是... 不是... 應該是...不可彩性的吧 就是自由編輯 最後... 再說... 最後可能他們真的證明了 所以我真的有那一點點的威嚇力 然後... 然後... 那為什麼... 有這個威嚇力 我們就應該去... 那個...去... 去...那個... 讓... 無辜受害者 有誤判的人 就是這樣... 無辜受死的 就是... 都被殺害了 其實我方認為這是不對的 而...他們... 一開始說的... 聲張正義 我們覺得... 誤判... 請... 我方一邊... 上台進去 我方在... 所以... 女方的意思是... 就是... 女方還是認為... 有人為上的疏失 可是... 女方認為... 聲張正義... 應該... 同時... 聲張到... 冤育者的正義 我方的聲張正義的意思是... 聲張被害者家屬的正義 今天... 對啊... 今天... 聲張受害... 就是... 冤育者的正義... 冤育者的權益也是一種正義 對... 呃... 對... 那... 你方水要維護聲張的正義是... 被害者家屬的正義 今天問題是... 你們死刑... 就是... 你們只說了... 他有違和力... 可以聲張正義 而違和力... 你們... 完全沒有一個資料能說明... 應該說... 我們有相況和的資料 你們資料... 沒有說明到任何的違和力 所以... 你剩下的只有生長 有寫出... 嗯... 但當時取樣的資料的確... 是... 是什麼... 是... 失業率... 什麼... 但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你方有說出來嗎... 當時... 他們的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說... 當時沒發生什麼事... 當時真的沒有發生什麼事嗎... 好... 真的沒有發生什麼事... 你發生什麼事啊... 先不管我們怎麼知道... 但你們... 你能說... 你能說我們發生什麼事嗎... 你能說我們沒有發生什麼事嗎... 搞錯了... 那時發生了什麼啊... 就是基隆海嘯什麼的啊... 他... 基隆海嘯是你們要提出來... 跟我們說... 我們發生了基隆海嘯... 所以這份資料不能有... 而不是我說... 他們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們這份資料不能有... 所以... 你方就一直提出... 你們這份資料可以用... 我方是因為... 我方... 發生什麼事不能用... 那為什麼... 我方無法提出發生什麼... 不能用... 你方無法提出發生什麼事... 你們... 你們... 你們無法發生了什麼事... 嗯... 你們無法發... 你們哪份資料無法發... 無法發生... 那時候有沒有發生基隆海嘯...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我們剛剛... 你剛剛說的是... 違背剛剛那份資料... 我們拿的是... 加拿大... 然後...那個... 美國... 美國的... 香港人的資料... 而不是說你那份資料... 就是... 可能有發生什麼事啦... 嗯... 對吧... 好... 好... 那... 好... 那... 你們無法發生態... 你知道... 就是... 一個人在判斷一邊... 我剛才想... 想的是... 他在判斷... 好... 對... 所以... 你們無法發生態... 就... 就... 就算你們真的證明了... 誤判那些案件... 那些可能是... 就是... 就是... 不是所有案件都會這樣發生... 而我們提出的就是說... 其實那個... 我們證明的只是... 他在那個部分... 例如人證... 欺負人... 他在那個部分... 就是有發生錯誤的機率... 就算最後最後... 真的都是... 就是... 你說的... 所有案件都... 不一定會發生這樣... 但我們最後... 可以證出一個就是... 在那個機率上面... 就是會發生一個錯誤... 而會... 最後會導致誤判... 那我方認為... 我剛才想講的意思是... 冤孕者根本不知道... 自己犯罪的動機是什麼... 不知道他犯罪的目的是什麼... 法官就會覺得... 這件案子怪怪的... 為什麼... 所以... 他本人卻不知道... 他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法官會不會去... 重新的這樣... 一群檢查... 拿出真實的證據... 給他呢... 今天... 今天你說的... 他們不知道犯了什麼錯... 所以他們會說... 無罪啊... 而法官就不踩新那個自白書... 然後他就看其他證據... 然後他看錯了... 所以他就看他有罪啦... 不行... 但是我們不能讓他看錯... 他...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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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沒有好的證據嗎... 真的... 我方今天的科技... 有那麼差嗎... 我剛剛問的就是... 你在物證... 人證... 跟法官上面... 都會有錯... 你怎麼知道... 如果都不會有錯呢... 嗯... 好... 我的... 非常的激烈... 解釋... 好... 在這裡... 我... ... 擁有aba... 操練... 操練... 還是我... 操練... 拿... 操練... 那邊... 操練... 操練... 最後再講一個問題,我裡面討論的主題是我的心法,因不因不廢阻事情 而我方認為我的心法不因廢阻事情 現在我們討論的重點是他們提出了我國在委託書下會有誤判 然後提出說因為法官的心證啊因為什麼 因為法官的心證的方式會講出了誤判 然後舉出了薛婦仁的案件 然後我方認為這些都不是死刑的案件 他怎麼看到證明說這些法會證據會有錯誤 但是他沒有證明說這個錯誤會導致成死刑的誤判 他沒辦法證明啊 然後剛才他提出的這幾下那個什麼 真的死刑的誤判就是蘇建和跟姜國慶 那請問我詢問一下姜國慶的蘇建和他就會有被有死 就是蘇建和之後是怎麼做誤 然後呢姜國慶又是居然 那這樣我國方無法寫信他們現在有資料 然後我們國方在英面稿的時候其實提出了三份 可以證明威後進的資料 第一個就是他已經聽了資料 他因為害怕的行情所以去自首 第二份是第二份就讓他們打爆那個資料 但是他們的資料提出來的資料 我國方也無法寫信 我方認為那兩份資料都無法寫信 但我方還有提出侯友宜的資料 而且他的方都沒有把他打下 我方認為侯友宜是一個司法者 他說死刑具有二的犯罪的作用 好我們現在先請教 為什麼我方會說我方提出了誤判力 然後說為什麼我要保護這個誤判力 然後保留死刑呢 因為我方認為今天我方的誤判力高的時候呢 就在我們雙方都有誤判的計算 因為他方的資度下也會有誤判啊 我們雙方的制度下的誤判率都相同之下 假如我們今天的誤判率都是十分之一好了 那他方為誤判力比較低嗎 我剛剛舉出侯友宜的資料證明 我方有誤判力比較高 那他方的誤判力比較低 所以造成犯罪案數比較多啊 那我方的誤判率比較高 所以犯罪案數比較多 所以假如我方造成十件 誤判力的十件案件 然後他方造成二十件案件 那我成語誤判率是十分之一 一個導致的是二兩個誤判的案件 一個是導致一個誤判的案件 而在這樣的制度下 他們是傷害了兩個人的人權 而我方只有傷害到一個人的人權 所以我方認為說 雖然我方承認 就算無退以不來說 就算真的有誤判好了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受這樣小小的誤判力 而且剛剛也是一樣相同誤判 相同也是有誤判的 然後而且我方認為 因為我們的犯罪率比較高 所以我們的社會會比較安定 就是社會犯罪的案件會比較少 所以社會會比較安定 然後我方就是認為說 當我們社會安定的時候 我們出去走的時候 我們小孩不用一直牽著 我不用害怕小孩一不見就回不來了 出了門自己去放上水 就已經回不來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不用害怕這個 我們大家的生命選條 會不是完整的 社會大眾的生命選條是完整的 他不用太怕在這邊會被殺之類的 所以我方認為 我們要為了 為了維護社會大眾的利益 然後我們可以 就是利益意思 我們要搞多實行 然後 然後我們也說 的確可能會有 一點點的誤判 那我們想要 這個 我們想要表達的是 誤判帶來的病 不只是避害 因為呢 當一個誤判還真 不會讓司法律更亡者 請正方二邊上台指 請正方二邊上台指 嗯 上台指 好 我要先說我們的論點 我們的論點是 誤判是一定會發生 但是使其讓誤判變得無法彌補 這我方無極度軍隊的假設 我們沒有機會讓那些誤判的人 獲得心白並且補償塔 那你幫你這個是不行的 這才是我們想要打的 並不是說 我們也有誤判你們也有誤判 所以我沒辦法理念再講 你能理解我們真正想打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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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就是說 我們是現在因為你方沒有 譬如說很多誤判 譬如說我方是哪一程度會有誤判的 我們沒有舉這樣幾遍 我們在一遍稿之後 提出有機會 但你剛剛也有說 宿件碼不是誤判嗎 我方在前面幾個便室上面 都說宿件碼不是誤判 那你方譬如說 一個不是誤判的案例說 這是誤判 那我們在一遍稿要提出誤判嗎 那你們有一點差一點嗎 但爐子也是因為自白輸行球 那自白輸行球現在都不能用 而且就是因為 而且那是自白用之前發的 現在是自白改革了 你媽媽沒有自白改革正確的誤判 所以我方誤判 為什麼你不讓你自白就不能用 為什麼 他同時還有鞋帶 沒有他自白 他在自白改革之前 那現在自白改革後 那你方誤判 自白改革後 發生了誤判 那我發就是無法想 他在身邊的自白之路 小合的誤判 這把改革後 你說91年後 就還不能拿回證判嗎 算了 算了 所以你們不要有誤判 你們有提出像 那我也可以告訴你 何友宜 那蔡丁丁因為怕死 所以去自首的資料 好 蔡丁丁的 那我先講蔡丁丁 他是 他是在他犯下殺人罪之後 才發現他其實會怕死人 那就是代表說 他在殺人前 並根本我也考慮到會不會害死人 但我們提出這個資料 是為了要證明說 是有人害怕死人 對 他在犯後會害怕死人 現在犯解不出來 呃 是這樣 就是他在殺人前 不會害怕死 現在如果 是犯罪前 會害怕的話 我們聽不出來 又很發生啊 因為他已經圍繞 已經圍繞到了 但是後來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你那個 怎麼換進去 但是我方就是因為 疑惑說 如果今天我們再說死刑 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害怕死刑 沒有出來犯案的人 會突然出來犯案 那現在受了責動過了嗎 那我方就是因為現在 那我方就是因為現在還沒有 那今天你覺得犯基金這個地點 是在他犯後才發現自己 可能對死刑突然覺得害怕 但是 這不就表明他在犯前 根本不會對死刑感害怕嗎 所以 就是 他在犯後才覺得 會害怕 所以犯前 在犯人前 不會感到害怕 所以就是 他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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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 他在犯人之前 可是因為一死機動車 你可以告訴我誰在犯人前 不會想到嗎 他犯人 他的意思說是預謀犯人 預謀犯人不會想到 他被抓到 他不會想到 他怎麼不會想到 他覺得自己不會被抓到 可能 OK 好 所以你們抓到都是可能 那 你們還有舉國外的例子嗎 那我們其實 我們剛才還有舉出 還有一個舉國外的例子 那 你完全沒有錯 那 我們有舉說像香港的例子 就是 香港在 廢阻時期 都犯罪率是下降的 那 所以 有些 同樣是廢阻時期 有些國家上升 有些國家下降 那他有將來 那不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 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影響 對不對 所以說是多少老 應該是多少老因子一樣 對 所以 國外的資料已經會有辦法 舉出其他資料 那 你們要多有疑 Anyone 要多幾個 那個為伴子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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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醫生組 怎麼啦 怎麼啦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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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如果你再問他 我就看 我這裡 嘿嘿嘿 我還可以看他 但是先別白 你覺得不是 可以 可以 我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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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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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 我剛才 你把我提到 我都會 你把我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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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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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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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親到底是在害怕的是什麼 原來他們害怕的就是害怕有一天 我再也不能回到他們的身邊 而他們害怕的就是在信箱中撿到我的小母子 他們害怕的就是在充滿著餓臭的排水風邊 看著一個載浮載沉的屍體 而那臉孔還十分的清晰 因為那就是活 我們為什麼要讓我們的國內的人民 處在這樣的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之中 為什麼要讓我們的國人天天害怕著 會今天出門會不會被殺害 為什麼要讓我們所有的家長會告訴小朋友說 媽媽帶你去上學喔 你千萬不要自己去上學喔 萬一有可能一出去就回不來了 今天在有死刑的狀況下都可能會這樣子的 那今天如果我們還廢除死刑的話 那是不是會造成以後媽媽還會說 欸小朋友出門要記得帶一隻棒球棍喔 那有可能會有壞人來抓你 你要把他就是你要防身什麼的 我們不應該要讓人民 處在這樣的一個不安全的環境當中 政府存在的意義 就是要保障大眾的利益 保障人民的權利 讓人民都可以安全 這才是政府 這才是法律所存在的意義 因此我方希望 我國不應該廢除死刑以保障大眾人的權利 也許對方會說 難道你們就願意去殺那個被誤判的人 這樣不是非常的不人道嗎 我方絕對不是那一種 能寫無情的政府 我方 我方的想法是 如果我們可以保障大家的權利 不要讓人民生存在恐懼之中 甚至不要讓人民一出門 就被殺害 那麼這樣子的想法是不是會更好呢 那我前面倒水 謝謝大家 獎完精采的比賽後 讓我們獎獎更精采的來賣獎 我們有請台灣大學的章子 老師要為我們獎獎 各位好 當你在討論和解決簡單 正方經理的論點說會有誤判 那反方其實也就是一個論點說 我們要有它的威嚇力 好那先討論一下雙方在個案上面的問題 你會覺得雙方今天舉的個案都還蠻可惜的 因為上正方經理舉的個案出現後 最後還沒有被殺 然後另外一個紀婦人 所以我是不罪的 那江國慶跟黃金是誰了 他們都說這是軍閥神探 或者是這是太過去的案例 但現在沒有關係 所以當然不會說這樣子 就可以成功說正方誤判不存在 只是他的個案還有一個敵馬 那反過來是 反方舉的個案相對其實我也覺得可以挺皮的 所以他們都是殺完人之後才突然覺得 好可怕我要去自首 其實我覺得還蠻匪夷的 對他為什麼會覺得很可怕 所以他才要去自首 真的很沒道理啊 他們應該覺得很可怕 更不要去自首嘛 那就是正方在執行的 嗯? 好是喔很不錯 好然後正方不過比較重要的是 正方接下來他有一個質詢是說 那他會不會在殺人之前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對 那這件事情我會覺得正方前提 你可以更進一步去講 就是 我們都沒有多想到的重要 就是 人在犯罪之間他很預謀的 那是預謀的他會覺得自己不會被抓 或者是他其實一時義憤 那這些人一直有想騙人 好像衝殺人 那個威惑效果也會比較去處理他嘛 對 那我會覺得 雖然正方的處理是不是那麼的有效 但是在反方這次的個案也會讓我覺得是說 他沒有成功到 就是他有威惑力沒有錯 但是他們會怕他 所以他好像沒有成功到 預防他發生 預防他去做案 那 有這個威惑力好像沒什麼用處 就是他的層次不應該是正方子儀的沒有威惑力 而是這個威惑力的效果好像不太能夠彰顯 對 所以在個案上面我覺得 雖然比的個案都不太有效果 好 那 接下來則是在正方的在誤判的進一步 你舉了很多像是採集啊 檢驗寶石的問題 可是 你在這邊其實你沒有一個統計性的數據 都是用個案來舉例 就是相較於 威惑力的部分是有統計之下來遙風 這裡是沒有統計的 我覺得比較可惜 那 正方來的部分是我覺得 這個有一個很調整的部分 就是你說了很多 說 他自己會出錯 我再來採集檢驗保存 之後可能有問題 法官可能會收穢 法官可能會行去意識波動 聽起來會 我覺得你想要生一件事 有好多環節可能會出錯 但反過來是說 是 一個環節出錯 這就是誤判了嗎 還是 要每個環節都出錯 他才會誤判了 這結合到反方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四法改革 我們 只要 不要不因為一個原因 不要只因為自白就判他死刑的話 反過來你舉越來越多的地方 反而聽起來會有一種 那要全部都錯 好像還蠻難的耶 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覺得反過來 這邊你們也可以更細緻的去說 你說那很多每個地方都有機率有錯 我當然承認每個地方都是有機率的 怎麼可能絕對不會犯錯呢 那承認這件事情之後再進一步去講說 為何你可以在都有可能犯錯的情況下 他仍然不擔心這件事情 懂嗎 我覺得會進一步去講 因為像在最後節目的時候 正方的處理會是說 我們不應該那麼的自信 對 相比反 然後他覺得不應該那麼的自信 那如果你的處理是 我們也沒有那麼的自信 只是這件事情客觀 事實上就是 你一個案例在現在都舉不出來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事情發生 而且要每個都錯 這個機率真的是非常的微負其微 我們也不是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也可以更細緻的去處理 不過至少整齊的人在誤判上 我會覺得 正方給人的感覺是不太那麼強烈的 你沒有提出具體的案例 那在每個都有可能錯的情況下 我覺得你也不能一句說 有可能誤判就帶過去 因為像我說我會覺得 要全部都錯的機率跟前面的事有落差的 好 那至於在這下 但是威嚇力有變換是 究竟有沒有威嚇力呢 我會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後面反方 你們就直接是說 呃 先講證號 證號證號證號 什麼圍姬百科 什麼可以用不動格 都是可以編輯的 好了 這都是可以編輯的 沒有錯 可是我會覺得 沒有只有這樣 你們可以更進一步去說 那他這個內容哪有問題 那中間你們有一段的 互相的疾疑是 就是你去質疑百科 說你的資料可能沒有考慮到其他的變相 那百科的問題說 那你的資料有沒有考慮到其他的變相呢 的部分 這裡我覺得正當你們在 我這些一二變都有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二變說 被問一變講的東西 就會說我沒有說這個東西 可是是你的對我說的這個東西啊 這你們只要常加 我又沒有質疑你這個 你怎麼可以質疑我 或者這個就是我剛剛沒有講 這不是我說的 他們正結 你就有說 我這些第一名還是可以 就是我們叫輪流說 一個有提議 一個說這個我沒有 對 你沒有提 這是對的 正結我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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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誰 反正就是說 你們要一個整體感 你要一個人提了一個吃 然後另外一個說我沒有 好 那計算討論是 反方你們後來接觸到是說什麼 啊 侯友宜就說 這個就是 你們就這樣去提 但是我會覺得 這也就是你這種訴諸權威跟他們說這個是可以被編輯的 我覺得是沒有兩樣 都是比較low的處理方式 對 那更進步來講 我會覺得說 在處理一個統計資料的時候 你要怎麼知道它有狀況 你要一定是 有 可以控制的變相 跟可以衝助的變相 那 你就試著去找說 我們控制了哪些東西 那哪些東西調整 正方之間反而在這個地方比較有意思 雖然你就 直接唸論 啊 他從這個 唸出來 比較有誠意 可是這才是正確的講話 互相解釋對方的資料 你的資料控制的哪些 那可能low了什麼樣的變數 我的資料控制的哪些 可能low了哪些變數 這樣討論才有意義嘛 對 好 那接下來這邊說的看法是說 最後可能有一個態度是你們認為 如果今天有誤判 那這個人被殺 真的好可惜 可是機率很低 而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 那些每天很擔心 可能會被殺了 沒有人可以制裁 每天活得很可怕 可是 這件事情反過來想 我覺得正方當中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偷偷 這是一個我覺得 蠻容易出現的偷偷 就是 你今天擔心 只是變了 就是 你明顯我提到前面是說 你殺了一個無辜的人 難道這不重要嗎 這個也是正義啊 如果不是更辛苦 你要是更辛苦 反過來 你說 你從原本無可能走來路上 被一個人殺 因為沒有死幾塊 所以被高無可能被人殺 到 你也有死 你為何鐵刀 可是你很被目犯 你今天不是被犯人殺了 你也是被正體殺了 對 這個方法你才可以進一步去 大家去比方說 那如果 你都有可能面臨這個風險 哪一個是我們不願意去看到的 就是討論責任的問題嘛 就是一個是政府出錯去把你殺 另外可能只是政府沒有那麼有能力去幫助你阻止一些 抹殺案發生 然後 再討論你覺得政府的角色嗎 政府被看那麼私下 巴拉巴拉巴拉的 才具有意義 一段天 就是 有一段風狂會覺得還蠻好笑的 就是 在 應該是百姨被質詢的時候 還是大變化 就是 你說 這個正義 難道被誤判的正義不用落實嗎 他就發現 可是這不是我們的正義啊 然後就有一種 奇怪 不是這樣討論吧 重點不在於 那個正義是不是差要關心的 而是你要報道當中 這件事也該被關心 那為什麼也該被關心 因為你關心那些人 他們生活在社會上 權益的時候 其實基於想像這樣 我關心的跟你是一樣的理由 所以你應該也同樣關心這個東西 來對第三方進行追 而不是雙方說 這不是我說的 這不是我說的 這樣 這樣 好像就沒有交集了 對 好 那 再來是我的想法 那因為這是紀念查說 當時侯不勝負 我就不講我最後在 靜點算中去做事 還沒有什麼 那反正我接受到 是這樣子 如果有你的正義 你也可以感受到我的看斷 謝謝張子龍師長 精采的獎金 接下來我們有請 臺灣大學的華麗幼學長 都能提供 謝謝 大家好 那因為這場比在今天賽 所以我一樣自己不會交代我們平台的過程 那我單就某些部分給雙方一些想法跟建議 所以我覺得雙方便是都有一樣的問題 那也不是只有這場 因為我三一場比我覺得也是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 因為你們可能就是高音 就是高音嘛 剛一點是騙人 目前我覺得你們最大的第一個問題是 你們對於整個論點的一個想法 感覺沒有那麼的 就是說你們自己手上這些想法 或許沒有那麼明顯的辦法表達出來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在很多細節上面其實是 就是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去交代你的想法 或說你的細節上面是一個比較不論的 是你們雙方都沒辦法做到的 那這當然也跟你們才高音 跟年紀委的做到也有一些關係 就是看的事情可能沒有那麼多 那所以像這種事情 就會發生什麼問題 會體現在什麼東西上面 就是在你們論點的論證上面 會有很大的問題 什麼意思 但是對正方來說 我覺得正方在舉例 人證 誤證 跟法官判決的三個 雖然說你一篇稿寫好 三個都寫出來 可是你如果直接去看影片 或重新檢視的話 你會發覺你在後段面對 每一個攻防的時候 其實你都有點失敗 就是說當反方提出質疑的時候 你不知道要怎麼去解釋 或說你不知道怎麼樣把那個東西 明確的這一點點點出來 像你說那個鞋帶有問題 但是你明明持續的時候 就已經想要講說 那個鞋帶為什麼那麼關鍵 為什麼那個鞋帶在這個判決上 就是扮演一個這麼關鍵的角色 如果你能把這個細節交代心 那大家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個鞋帶這麼關鍵 那如果少了這麼一點點固證 會插這麼多的判決關 那我們豈不是很容易有 誤判的事情發生嗎 對不對 就是說你那個細節 交代的程度上面 都是不夠細緻 你們單純都很像念標題說 喔現在人真的會有問題 那我們有一個研究報告指數 有30%的問題 那會體現在什麼東西上面 或是說那個研究報告 或是說那個案件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都是沒有交代的 所以像我就會希望你們 像如果其中正方 就會希望說 像蘇建合案 你可能 雖然說有說70幾道言行逼供 但是你可能就要更強調一個 大整體來說 為什麼這個言行逼供 對這個人產生很大影響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個案子 或許也不是那麼好 因為言行逼供老實講 現在也不會有 比較不會有 我實際上應該不會有 言行逼供事情發生啊 所以你可能就要朝向 我覺得聽起來 鞋帶跟DNA 或許是一個不錯的案子 你就可能就要詳細去描述說 這個鞋帶案子的交代過程是怎麼樣 那當然我也沒有念過資料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辦法示範給你們看 那個鞋帶知道怎樣 可是可能就回去要自己研究一下 那反過來說 反方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反方也有一樣的問題 反方也有一樣的問題 反方問題會像是 在哪個方面是產生 就是在客族的上面 因為像你們一開始就 舉出資料也是一樣 馬上念出來說 文內瑞拉或是什麼 你會不會發覺 念完那些資料之後 雖然說你好像一副有讀過資料 但是當他們一題 就直接說 那個是來自於什麼樣的 天空部落的 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怎麼辦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去反擊他們 這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 其實你根本不瞭解 這個資料裡面 對哪些東西做過研究 或是說他主要 哪些是他的變數 哪些是他想控制的 或是說他主要是 針對某個時代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像這個東西 也可以很明顯 直接在雙方在這一件事情的工房上 他會其實雙方 花非常多的心力在這上面 像雙方在攻擊他們說 這個東西可能有其他背景因素的時候 其實你也沒辦法明確指出 有什麼背景因素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有了解過資料 或說你真的有研究過這些東西 其實你應該可以大概指出說 那個時候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這應該是可以指出的 那反過來 後來你們在指證他們說 那你們不是那份什麼台灣的研究資料 也沒有講出他們的研究背景是怎麼樣的時候 你們也講得比例大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自己也不了解他的歷史背景是怎麼樣 假如說他做的是民國九十幾年的時候 你那你就隨便補一個說 那時候說會有什麼金融海嘯什麼 對不對 聽起來就知道是其實你在亂弄而已啊 就是你常知道 那這個不知道就代表說你們讀的資料不夠多 或者說你們所了解的事情還不夠多 所以這我就說這就是雙方 剛接觸別人會有這種問題嗎 就是說細節上就有辦法很清楚的角度 但這就是必須得靠資料的彌補 盡量去閱讀資料 盡量去學習新的東西 要辦法把這些東西完善的編寫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把這些東西編起來 其實我覺得雙方的論證 都是有很大很大的下跡 這樣正方就要什麼問題 正方問題就是 你說人證物證 那最後都被拆掉因為人證根本 他最後不罪 那物證的話 你們覺得 例子好像江國慶的 也就是軍法承判跟實際承判不一樣的時候 就是沒有辦法說 下一個更完整的一個回答 所以我就覺得 這邊都是大戰的問號 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 但是就是問號 那問號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可能有可能沒有 那判決上面就是 我也不確定到底會有原理產生 除了因為暗產生 就會變成模糊 對你自己代表不易 對不對 那對反方我覺得也是一樣 就是你看反方你們在 尤其是在舉例嚇阻這邊說 你們舉出來資料不僅回答不出來 然後他們又多問 所以說 可是我對台灣的研究 我對美國的研究 我對加拿大的研究 其實廢詞之後 好像幾率也沒有 就是說那個犯罪率也沒有降低 這時候你們有回答不出來的時候 誰會吃虧 當然是你們吃虧 因為這是你們的論點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這邊都沒有做好的話 其實雙方論證上面都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這是我覺得第一個 可以給雙方論證是一點建議的地方 那再來第二個是我覺得 你們對於辯論這個 應該說論點這些事情掌握 一定要再更全面一點 就是你們都太會倫餘 就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一個例子是一個 然後一個論點是一個 沒有辦法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像我聽完正方講說 人證物證跟法官判斷 我就覺得這三個東西都分開了 我沒有辦法把它串在一起說 那我實際到底在判決過程中 他們三個會不會這麼影響他 或是說這三個扮演的角色為什麼會 反正我大概也猜啦 可是我意思是說 你們沒有辦法把整個論點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這個功夫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架構感的話 我覺得變成說單點單點在抄 就會讓我覺得 這樣比賽不是那麼精彩 沒有那麼有說服力 那反方也是一樣 你看反方 你們像你們一開始其實想講的是 每個人就是說 其實你們一開始想講的論點應該是音爆 就是說你犯了什麼罪 你覺得應該被怎麼樣處罰 對不對還是沒有 你有沒有說他有誤解是那個 威和力 我知道有威和力 可是 威和力就是上面 都是叫保障被害人家屬 對 保障被害人家屬其實不就是說 你如果那個人犯了什麼罪 你就是應該給他相等的裁 就相等的裁量嘛對不對 這個東西其實在保障上面 有專有的名詞 就叫音爆 那其實 就是怎麼講 就是說你看你們其實 就會發覺說 其實你們在論點整體的架構感上 就會比較吃虧的也是這樣 就是說你看你們就把一個 保障社會 就是保障那個自己一個 然後賀主自己有一個 其實他們串在一起就是 法律 就是法律上就三個 就是音爆在教育一起 就是賀主 就是三個 如果你可以把他串在一起 也會相對比較完成一點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要建議大家就是 你要算你的論點 更有架構感 更有層次感一點 那這個層次感的延伸是什麼 延伸就是說 你的論點應該是要垂震 連一片到三片是有進展的 那這個進展就有點像是說 你的論點可能一開始 像正方文 拿正方舉例好 你說你說人症、物症 跟法律看 你可能一開始的一片 的確是三個這樣講 對不對 那你可能慢慢轉 轉會轉成什麼 轉成說你覺得物症跟人症 特別容易出錯 那整個一出錯又是個致命的錯 所以你開始補一些資料說 那像神經就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你看這個物症一出錯 馬上就沒了 或是說這個人這一出錯 馬上就沒了 真到三片轉成說 人的心永遠都會出錯 那可能物症以後就算不會 人就是你就是會犯儲 像可能警察就是為了要求快 他就是必須得要高效率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傾向 隨便抓住一個人就來 就來直接拿去起訴或什麼 就等等的 就是說會有一層一層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架構感 只是分兩塊一個 就是說你要先有明確的論點架構感 再來是你在變 就是你在有變質的延伸的時候 會讓人家覺得說這個是有在進展 讓人家覺得說 慢慢是有更有說服力的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變得更精彩 對不對 那現在反方也是一樣 反方就會輪於說 你們就一直急迫在回房 說每一個單點上面 到底這個資料可不可以採用 就會變成在吵這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如果做得更好 反方應該是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為什麼你們覺得這些東西很重要 一開始可能覺得說 可能我們在例行法 有這三個目的對不對 然後慢慢的在二變三變 開始延伸說 那這個分別每個目的 為什麼那麼的重要 對人民那麼重要 那再來實際的去證明說 到底這些重要的東西 你是怎麼論證出你的死刑 可以透過死刑去有效的嚇阻 有效的威嚇 就會慢慢的去證明出來 那當然就是也是 當然我覺得反方的這塊是 會相對比正方吃虧一點點 因為這個可能比較難 有辦法像我剛剛講的正方那樣 那麼的也給我賣過 那是可能你們要怎麼講 因為我也沒特別想過 對吧 所以我意思是說 對雙方而言 我覺得第一個建議就是 一定要多讀點資料 才有辦法把你的論點好好講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讀完資料之後 你要腦袋沒有一個 蓋一個人的母架 你要知道說 你的論點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再來是 現在你們在討論是哪一塊 不然你們每次討論每一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些人不重要的東西 你就花很多時間去討論 那就變得沒有意義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個就是說 那你們要怎麼樣發言的論點 那你們的價值 怎麼樣慢慢的 讓人來覺得更有說服力 這就是我覺得 你們目前遇到問題 跟未來可能 必須把這些東西解決掉 那這場比賽 就會變得更加精彩 那以上是我的講評 有問題可以再問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華盛頓主導的 謝謝華盛頓主導 嗨 大家好 既然是這個 開心的激活賽 我就 省略了一些這個 比較 會 影響到 就是 勝負的事情 我的看法 其實跟前一個裁判有重大的落差 就是 他覺得你們只有股價沒有肉 但是我倒是覺得剛好相反 我是覺得 大全都是肉 沒有成股價 就是 就是我覺得 這場比賽 比如說 正方 大部分想講的東西 就在想講 互刊 那你大部分就是 很積極的去證明了 三個方面 有可能發展互刊 那我是覺得這個很詳細 我是覺得這個戰術 我蠻喜歡的 那 大概就是這樣 那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是 這個正方你們在打 在一變的時候 有講一個點 是說 他是不 終身監禁不得的假式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提到一個點 但是你們應該在最後的 1分鐘還是30秒 你沒有提到說 可以去對家屬 進行補償 這個部分就是可惜啊 就是沒有 沒有往多去講 那我是覺得這 可能也是可以 一個發展的 討論的一個點 因為這個就是跟反方 都是另外一個重大的差異 那 今天正方沒有想 那正方其實就主要想談的 就是這個 誤判的問題 那 反方其實想要談的這個 好像隱含了一點點 硬爆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但是你們一開始 在一變的時候沒有名講 那 你們主要也是想講 比較多是在講這個 威克啊 那你們取了一些例子 那 我是覺得這個比賽是這樣 我的觀感是這樣 可是 我覺得大家差不多 搭 反正1反1上來 生弄完之後 大概到正2反2之後 這比賽就無聊了 可是 因為正3反3 我不知道 我覺得 你們在討論那些個案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 那都是一個質詢 就已經差不多到 到 頂到 頂到天了 沒有辦法這個個案 以你們目前 所準備的資料 已經沒有辦法做更多討論 所以我是覺得 在正反3的狀況 你們除了把這個 今天有哪些 在講一次以外 你們好像沒有 對於個案上 有更多的突破 什麼意思 比如說 你們在討論 比如說 今天反方講了幾個點 反方一開始 其實就講三個點 講說這個怕死刑 所以去投案 那正方也就上來 隨便跟你聊一下 說 那會不會也有人不怕呢 對不對 就是 就討論到這樣 那因為你們也沒有更多的資料 去證明說 真的有大部分的人是這樣 所以 那正方也沒有很多的資料 要跟你證明說 大部分的人都不怕 所以 以你們目前的 手上有的訊息量 就只能停留在這個 打嘴炮的階段 可是 有的人怕有的人不怕 我怎麼知道呢 可是 討論到這樣 正方就會開心了 因為 這個是反方主要想要講 違和力的事情 可是 你們如果停留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們手上的資料不夠 那 被正方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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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講 那 我再隨便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你們在討論這個 加拿大的案子 我是沒有覺得說 樣天空的不能舉 可是 真的要取的話 你們要繼續細看 就是 因為大家可能 剛開始來打辯論 可能大家 一開始 剛接觸辯論 那你們可能一開始 會對於這個 比如說什麼 出處是哪裡啊 年份是哪裡啊 這個 他可不可靠 當然啦 我們真的如果說有兩個相抗資料 的時候 一個是樣天空的 一個是中國時報寫的 如果是完全相反 比如說 中國時報 就是說加拿大事上升 樣天空說會下降 那我當然是相信 有比較有公權力的中國時報 可是 今天我覺得 我是覺得在新生盃 我是可以接受 如果這是沒有相抗的話 我其實是可以接受 樣天空 或是危機 這種 除非是有相抗 有相抗我就會相信有權威的 那 我是覺得新生盃 要求沒有那麼高 因為大家畢竟第一次打 所以 我是覺得你們 只是因為說 你這個仰天空的 你不要拿出來 大家就停止討論 我是覺得很可惜 那比如說 你們在討論那個啊 那個 委內的例子啊 對方 好像是正方吧 又上來提了說 可是加拿大 廢除之後反而也下降啊 然後反方又上來 好像很懂加拿大的例子 就是說 可是美國的 在加拿大的案例裡面 它的謀殺率反而上升啊 然後 然後正方又好像又拿了更別的資料來說 可是在美國的狀況底下 在有廢除的州 它的謀殺率也下降 可是 大家討論沒有很聚焦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例子 其實好像反方比較可憐 因為 你們是舊加拿大在討論加拿大 可是 討論到後面是 大家正方各丟一兩個 這種零星片段的資料 討論到後面這個點 就有點糊了 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 我是 但是 我前面說過嘛 我覺得 那個沒有不能取 所以 我覺得要嘛 你就 講到底 要跟大家討論說 至少在加拿蛋的這個個案裡面 反方是可以 論證成功的 懂嗎 好 繼續往下講 那 所以啊 我覺得在威嚇這個點的部分 到底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穿了 今天這場比賽 到底我的 這個到底哪一方可以拿到 你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 誤判問題 跟這個威嚇問題 那 有礙於我不能講 這個我最後判給誰 那我只想講這個 關鍵的問題 就是 因為 我記得在正方的某一輪 這個質詢答辯裡面 你們有提出一份資料 在講這個 關鍵變數的問題 就是 就是 一個事情要影響它 會有很多個變數 比如說我的成績 考得怎麼樣 有很多個變數 比如說我讀書時間多少 比如說這個 我天分好不好 比如說我的老師是誰 有很多個變數嘛 可是也有的變數顯得很重要 比如說這個 我長幾公分 或多我幾公斤 懂嗎 會影響你的 一個成績 它會有很多變數 有的變數重要 有的變數不重要 可是 在正方的這個資料裡面 我覺得有提到一份 我覺得沒有再多做討論 有點可惜 就是 你們拿出了一份資料 告訴大家說 這個 實際上面真正會影響 這份資料 我覺得它是有突破的概念 可是 可惜 我也沒有說 這份資料得利 因為 你們就是稍微跟大家聊一天 就是 我覺得這份資其實是很強的資料 聽起來 我是覺得可以多做討論 所以 我覺得最後的關鍵 到底要說 我 因為 其實說穿了 反方打到最後 你們就是想要討論這個 社會有沒有安定的問題 可是 社會有沒有安定的前期 是 這個反方的威嚇力 有沒有證明成功 如果說這個威嚇力沒有證明成功的話 那 即使 不管怎麼樣 那 不管這個死刑有沒有廢伏 對於威嚇力如果都沒有影響的話 對於社會安定那個推論 可能就不一定 所以 對於反方來說 關鍵就是有沒有把威嚇力證成功 那 對於正方來說 就應該要去進一步的討論說 因為你們其實達到最後你們的每個個案 比如說人證 物證 法官 在每個環節 都多多少少面臨到反方很多種不同的質疑 而且大部分的質疑都是很成功的 比如說這個是軍審的案子啊 比如說反方最後還給你退大絕招說 啊你前面說那麼多例子 哪一個是真的被判刑 哪一個真的是判錯的 然後正方舉不出來一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正方如果想要贏這場比賽 的話 有沒有進一步去討論說 這個小小的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證明出 誤判率有多大 你們只舉出了很多個有誤判的可能 可是你們沒有辦法證明有多大 但是至少你們可以證明是有這個機率的 所以正方可不可以贏得這個比賽的關鍵 就是你們可不可以從這個小小的機率裡面 進一步去討論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容忍這個機率 或者是說這個機率的發生 怎麼樣你不能被接受 我覺得這就是最滿通方 如果要不要贏得這場比賽的關鍵就是這樣 啊其實我蠻想講我判給誰 可是可惜不能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分數判出來的 跟我這個 跟我這個 啊不說了 就是這樣 大問題再來問我 謝謝大家 謝謝主力民學老師 您可以來講 本場由於是今天賽性 一部公司公務比賽的主場 然後等一下會有幫你講典禮 然後請各位去市場一定要出去 然後請各位移叫到樓下那邊的接替教室 一路上會有腳表 謝謝 然後一天到五層請雙邊上台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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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